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改造后 供电密度提升至55瓦每平方米 达到了花园小区的水平 实现了双电源供电和电房的智能化 消除了城中村供电线路隐患 提升了公共安全水平 我在这里住了好多年了 以前的电线它都是杂乱交错了 就看起来很危险 改造之后现在其实好了很多 然后整个看起来也很整洁很安全 那么与此同时呢 我们也积极落实深圳市 数字能源经济的发展战略 通过这次改造 全部的城中村都会实现智能化 数字化 整个城中村配电网的感知能力 服务能力将会有重大的提升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请不吝点赞 订阅明镜 请不吝点赞 订阅明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